酷曼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一場酷曼對上越南的比賽 這場也是天梯對戰 拍這場比較特別的是之前都沒有拍過酷曼的影片 酷曼的話稍微講解一下 是一個奇兵文明 他比較特別的是可以在封建時代製造額外的城鎮中心 在封建時代可以使用工程器製造所和輕型衝車 大概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裝甲衝車的升級 更特別的是他的射箭場跟馬修的木材不用僅75 就相對一個馬修跟一個射箭場只需要100木材 超級省 每個時代的奇兵速度還會提升5% 所以他擁有這遊戲最快的遊俠支撐 他的跑速是會到超級超級快的 這邊查清馬攻騎兵 算是一個騎馬版的中國聯弩的概念 但射程比較短一點 但是他的優勢是可以跑得很快 就是跑很快 然後數量很大 然後可以大量製造是沒問題的 然後他的大草雲跟蹤技術 就是可以訓練速度變快 馬攻騎兵和草雲騎兵的升級速度提升為100% 所以他暴落馬也是超級快的 再來就是庫曼傭兵 每個成員的作寶都會免費生產5隻精銳 清茶 這應該念清吧 還是不太確定應該是清吧 總而言之庫曼就算是一個 能快攻也可以農的一個文明 就是打法非常多變 然後他有個特別的能力是團隊加成 木牆生命加33% 這個在前期防守 對所有對我來說 團戰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讓對手更難打爆木牆 剛剛他來講越南 越南也是我們這個頻道沒有拍過的一個主題 而越南的話 他一開始就會知道敵人的TC的位置 你就不會用那種黑暗時代探地圖突然撞到對方TC 然後就爆開那種情況 再來就是他的經濟升級的話 經濟升級不需要耗費木材 所以可以呈現很多木材的費用 再來就是射箭單位場的 所以你只加20% 你的戰毛啊火槍兵啊 還有那個奴兵啊 全部都加20% 就是非常非常一個硬的一個工兵文明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增進技術是免費的 就變成說你上帝王那段時間 你可以直接照遠投 城堡帝王初期遠投附丟的時候 你是會贏對方的 因為速度是比較快一點的 你的慘巨頭速度是比較快 然後再來就是藤甲弓兵跟戰玩帝王 那藤甲弓兵的話 是一個遠防非常高的弓兵喔 就是你想要跟他對射的話 這個弓兵可能射不太死 然後再來就是帝王戰毛兵 就是一般的戰毛只能變成戰毛兵 大概可以升到帝王 能力會更好一點 再來就是像福加100滴血 然後再來是壁紙 紙壁 法木工不能擠還可以產生木材 還可以緩緩的產生黃金 你們知道這代表什麼了吧 挖木頭發大財的概念 錢會很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博弈的位置 庫曼的話是在12點鐘方向 那越南的話是在7點鐘方向 那兩邊的話開局 這邊好像是要打一個塔弓喔 因為通常對庫曼來說的話 打塔弓的可能性更高一點 這邊是四木 也有可能是小弓22皮 有可能 好 看一下 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然後再來看一下庫曼 庫曼家裡 感覺是20匹上封建 然後去蓋雙TC 這邊蓋局影喔 剛才是要來裝甲塔嗎 因為通常高端玩家 遇到庫曼的時候 不會給他們太多的 農的時間喔 因為他們都知道 庫曼封建就可以 蓋第二個TC 這個應該會 喔 果然是打裝甲了嗎 那會不會有塔呢 石頭好像還沒挖嘛 只有挖黃金 我挖金這麼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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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直接五個棒棒出門 這個我有點看不太懂喔 不是裝甲塔 但是打純棒棒 然後這邊是 庫曼果然是上了20匹 的一個 封建升級 然後應該是要轉弱馬 或者是射箭廠 做防守 應該會選擇射箭廠的機率性比較高一點 雙TC開始融起來 那聰明書盆就會開始拉鋸 那這邊 越南要做的事情就是給對方 很多的壓力 喔 這邊讓我聰明看燒塔工了 石頭開始挖了嗎 喔 開始下了 出門了 石頭也開始挖 好 那這邊看一下 這邊裝甲 五隻裝甲 拆建築物速度很快喔 這邊射箭廠 趕快下一個 這邊塔 第一個塔出來了 開始對 鋪曼這邊造成大量的一個騷擾 這邊好像是沒有射到是不是 哇 他這個位置尷尬了 很尷尬 第一座塔 就沒塔到東西 裝甲進去 被戰貓打了回來 然後稍微收一下村 沒關係 但是他收村 就打到墓地 喔 這邊一個反 回頭擊殺 抓到了 這邊可能要把這個挖完 再走這個挖完 再走到這個 才會被射到 其他村民還是可以 繼續挖資源 哇 那他這樣第一根沒插到的話 那可能就要從這裡 可以插一根 會比較好嗎 我選擇要插這個高地喔 這麼貪心 好 這個位置應該也是 不會被 庫曼發現 看一下庫曼的視角位置 好 現在在忙著 在對付家裡的裝甲 我家裡的裝甲 對庫曼來說 非常的有壓力 而且數量很多喔 由於庫曼這邊沒有挖金 沒有要轉小弓的意思喔 轉點小弓很不錯 那這邊 果然是沒有視野 沒有看到 越南這邊在插塔 唉呀 這邊 損失慘重 一直拉村 收村的話 就對庫曼的經濟造成大量的傷害了 這邊這個塔好了 哇這個開始被射到 喔 這隻 赤吼居然 被打到了 庫曼這邊 還很貪心耶 居然沒有再繼續按讚吧 反正是選擇一個 劍塔防守的想法 但我覺得好像也不錯 劍塔防守 可以對對面的塔 防守對面的塔攻的攻勢 看一下這邊裝甲生三隻 從直徑三隻 然後洛馬沒了 這邊展出了越南小弓 來看他小弓的血量 喔 36滴 多10%就是不一樣 血量多了蠻多的 這邊 能射得到嗎 唉可以 喔 這個算金算石嗎 差在個高地 好讓這邊木材不能採了 唉唷 唉唷 真的是 挖穿一格木頭之後就射得到了 呵呵呵 那山下木材就只能往這邊採了 這邊可以採黃金 看要不要蓋個市集 好用挖黃金的方式做一個買賣上層 動作 好運來這邊 這邊趕快戰毛準備好 OK看到對方的村民過來了 過來投個幾下 但是頭不贏 原恩戰毛打村民 只有1滴血的傷害喔 因為他只有2 嗯 村民的話是2防 就算是異攻也是1滴 好戰毛對村民真的是完全沒有任何殺傷力 這邊 再對一個塔 OK小風 還沒有撈雙面 這邊步兵回來 想要做一個騷擾 OK 開始砍村民 會不會再砍到幾村呢 喔 這邊剛好卡了一下 前面還在做騷擾 前面塔攻成功了 會不會殺到一村呢 唉唷 好危險 一滴血的村民 會不會被砍死呢 劍塔趕快速出 喔完美 擊殺好像一村都沒死啊 哈哈哈哈 這邊 唉唷有殺到一村的樣子 這裡有個屍體 感覺是有砍到一村了 兩邊這邊戰線開太多了 不太知道看哪裡比較好 左邊這邊又對了一個塔子去取消了 這應該是把房子提掉了 因為卡住了 要讓那個弓箭守出來 然後這邊越南是一個越拿弓 越南塔弓 唉唷這個戰毛有點厚 這邊出來 對打 然後再出來射 哇這邊村民直接被A掉了一隻 但是塔快掉了 塔可以修得回來嗎 沒辦法 但是這邊 這樣還是在打 這解的不錯耶 塔然後村民 然後進塔防守 然後直接拆 這個想法不錯 這感覺庫曼 慢慢拿到優勢了 村民已經差距12隻了 庫曼的一個大領先 在空間時代就領先12隻村民 給越南這邊的壓力很大 那越南這邊支援完全沒有辦法上城堡時代 庫曼這邊的話 食物也是稍微落後 但是牧場很多 看看我只等出一大片田 這邊先農起來 這邊插了魔法 開始農 然後這邊插了劍塔 高地塔 高地塔 也是不錯的 這邊趕快圍起來 就比較安全一點 但是這邊好像 又要再搞點事情了 看一下這邊 庫曼的視野會不會看到它 好像有看到 領領領領領領 看到地球上出現 黃點往上走 我其實一試眼 他的亮光技術是有研發的 這邊已經 立又立了一個塔 我這樣村民都殘血 這個塔可能會很難立起來 可能是要取消了 喔唷 這邊戰毛 竟然多砍死了一隻戰毛 這個裝甲 鑽爛了 這個塔 被點掉了 哇 庫曼不知不覺 又做了很多事情 這邊 庫曼意識到 這要趕快把這裡圍起來 不然被走進來就不好過了 但是他看到兵往上走 可能來不及了 哇 現在才蓋夢想 可能有點為死已晚喔 這邊總竟然村民就要退 這個戰毛也會被送光 好 還是在努力的在灑田 只能退了 壓了上來 OK 越南這邊看到 對手 又一個 又一個被射死 裝甲步兵 這邊趕快立個塔 沒錯 趕快立個塔 守一下這個地方 這邊 庫曼有一個 比較尷尬的 情況就是 他的很多地方 沒辦法去種田 木材 越多 也沒有太大意義喔 長不出大量的田來 田的數量還是非常少 但是這邊已經 上了城堡時代了 果然是挖黃金上城 好 庫曼首先上城 然後村民主還領先了 非常多 大概領先12隻 然後這邊 庫曼一仗城 越南才剛安下了城堡時代 這個結局 好像兩兩了 庫曼一個經濟稍微領先的狀況 應該會先蓋下BK跟 對 BK跟馬鳩 對 騎士 正常的 庫曼打法就是這樣子 一定 城堡先蓋BK跟馬鳩 先打個城堡兵 然後投石車衝車 然後去解一下這邊的 塔 還有一些防些小風啊 之類的 投石車比較好的一點就是 你砸 塔也很好用 然後 衝車 撞這個石牆也很好用 那投石車還可以去解對面的工兵 對面是越南 出投石車也是合情合理 好 這邊應該是完全取消掉了 那越南知道自己的騷擾戰術已經不成型了 趕快把家裡圍死 避免被馬爆起來 在這邊圍的有點小小尷尬的感覺 這邊視野是有的嗎 哇 沒有視野 這邊出門來探圖 看這邊有沒有木頭 比較好圍一點 這邊一直看不到邊界 所以這邊還在努力探圖 想要把自己家圍好 已經不管這麼多了 直接圍到底 好 這也是不錯的 OK 那這邊哪裡其實還在拆塔 這個奴炮 奴炮把裡面的村民趕了出來 OK 那這樣就沒問題了 這邊村民應該都是要被收掉了 哇 這邊人口差距越來越大囉 好 要差距20村了 這邊直接圍到底 OK 圍死 快圍死 繼續拖時間 沖車出來開始要結了 趕快蓋石牆 那裡面村民有點多 好 村民趕快來修一下 上車開始撞一下 好 騎兵開始過來結第二根塔 這邊庫曼已經下了一級房了 這兩邊稍微斷村了一下 很多在忙 這邊 喔 拉了很多的村民來這邊 是 不知道是要幹嘛 應該是要蓋TC 可能在找黃金蓋 應該會蓋在這個位置 還是不是來蓋TC的 我看他支援 什麼 還在往前走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他到底想幹嘛 蛤 出來這邊淫綠喔 十字是不是 哇 要選擇到前面開TC 這個是不是在給越南機會啊 有點笑出來了 結果找雷大拳 找不到自己的小金 他也沒選擇在這邊蓋 蓋TC喔 反正到前線蓋 好 那這邊 越南下了很多的真侶 想來做一個防守 看對方爆了大量騎士 OK 那這邊 霧滿真侶也來做一個防守 越南可能現在被鎖在家裡 會不太舒服一點 這邊是2TC跟3TC 喔 3TC沒錯 兩邊都是3TC 那現在是 兩邊的真侶互相大戰 你招我我招你 那這邊 越南招的 騎變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這邊真侶量很多啊 800斤在這 好 那看一下村民的差距數 約落後23隻左右 越南這邊經濟已經分數 差距已經差去1000分了 BK這邊也蓋了一個 喔 這邊村民看到BK也沒跑 騎士在這邊做騷擾 好 坎德一村 好 這裡過來做防守 那兩邊一樣在暴騎士 好 真侶 想要來一個 真侶 騎士互相交換的一個想法 好 這邊從這車出來 給對手壓力 但是這邊車我按了下 這個來了幾嗎 這個要不要低調 這個要全部被招掉了嗎 5萬 蛋啊 被招了幾隻 三 之騎兵就這樣沒了 哇 涼涼 這個城堡應該也蓋不起來 庫班這邊感受了極大大的壓力 這個騎兵一直被追趕 哇 這個真侶一直在追 他真的很想要找這裡的騎士 好 這邊庫班終於受不了了 跟他們爆出一堆赤猴 後馬準備來砍這些老頭 老頭過來了 開砍一下 兩下 兩下 但是這邊原來有升級 真侶的血量 哇 還被招走 哇 庫班這裡壓力真的會很大 好 趕快升下輕騎兵 對 斬殺對面的老頭 會有更好的效果 這邊TC蓋的血 很難蓋的感覺 真侶慢半拍 看到時候騎 噢 村車名已經死光了 這邊真侶再來一個劫 但是還沒升為輕騎兵 就會來這張劫 是不是有點太魯莽了一點 這個劫的光嗎 好像很過難 所以是還在砍 這個老頭砍得完嗎 好像有點難度 但是砍了也是不少的 村民那個老頭 老頭一直瘋狂被剁啊 這邊細節過來 直接給你壓正面 看著這邊是被解掉了 這個真侶全部被送光 直接超過一千斤 就這樣蒸發了 這個庫班解得不錯 這一把 前面真侶搞定 打一打個雙線 讓他沒有發現到這邊 噢 這邊居然在查了塔 哇 這個雙線進攻是不是有點猛 沒關係 我們看到最精彩的地方了 右邊這邊是小島小貓 但是這邊蓋的村民好像有點多 看來越南這邊鐵的心 沒有想要跟你打騷擾 沒有要跟你打農的 我就是要邊騷擾然後邊弄你 在這邊被一個庫班化解 越南這邊會很難打 雖然越南現在是4TC 庫班是4TC 兩邊都是農的也是蠻快的 好 那這個TC應該是守得下 這個城堡起來之後這邊就稍微安全一點 但是右邊還有更多的塔 看要打正面要不要直接打出一個破口 那這邊 家裡面算是蠻安全的 新旗幣還在出 真旅一樣在招翔 這邊是打算招翔之後再被招回來的意思嗎 OK 再招回來了 直接再招一次 OK 為什麼 他直接招裡面的村民啊 讓他沒辦法蓋起來 哇 這個很細節啊 庫班直接招 對面越南蓋城牆的村民 哇 這裡打出一個道路 衝進去了 完蛋 那裡的寶寶 那裡的軍還蓋不起來 好 越南該怎麼撿啊 這邊重裝長槍兵還在升級 喔唷 這個堵 捕得很好 直接堵出一個防線出來 有料 好 那這邊 會去一個五軍民的搓搓爆量生產 現在 越南沒有太多的食物可以去居安村民 先斷槌一下 趕快把這個危機化解掉 哇 直接壓寶壓在臉上啊 這個太狠了 完蛋 這個寶起來 越南可能要投降 哇 庫曼居然 喔 這邊也對寶 那這邊蓋寶的時機有點慢 能不能 蓋的比他快 可能有點困難 這樣對寶的話 很難說對面是高地寶 哇 這個速度應該是輸了 這邊騎士趕快走 再去打別的地方 這邊可以不用練戰了 好 城寶起來之後就可以閃門 趕快跑趕快跑 看那這邊戳戳 可能要趕快做一點事情 然後再開一個洞出來 可能要來埋伏一下 但是是不是走了太遠 而且這個洞還沒補起來 這個洞要是不轉進去 可能就打錯GG了 看聰明術差距行不大 OK 那兩邊去 再做一個對值的動作 看這邊TC被抓到了 怎麼要被TC爆了嗎 哇 家裡有很多的塔跟衝車 要來解右邊這邊塔群 哇 但是這邊TC死了很多村民啊 哇 這個大量騎士直接硬上了 二防疫攻擊騎士 那這邊戳戳來稍微守一下這邊 喔 相當有效果 這個 喔 脫浪脫浪 全部解掉 哇 這個一個預判騎兵的走位嗎 然後這邊 兩邊都按下了帝王 越南居然有經濟可以上帝王 這讓我蠻意外的 他這個田的數量 算是蠻多啦 26片田 黃金 可能不太夠 那這邊是打算要封住 他的附金 來做個限制採礦的想法 但是 庫爾曼這裡依舊是大優 那兩邊城堡時代打了相當久 兩邊都是四十五分子時候 才點下帝王時代 算是打一個大城堡的一個想法 這邊戳戳也殺了蠻多的兵 雖然只有四公 喔 但是這個通車要把這個 通車給頂掉了 哇 一頂爆開 雖然不頂的話 這個城堡也是 什麼四公公 那家裡的長戳戳 沒做到太多的事情 就要全部送光了 那越南這邊還能在一起嗎 上面這邊還在蓋 哇 這個越南鐵的心就是要蓋你 想用外面一個塔一個騷擾 爭取更多時間的想法 那越南還沒有打出 弓箭國家的一個優勢帶的感覺 兩邊都還在做一個 小倒小貓的一個防守 那裡戳戳再繼續上 然後對面剛上帝王 越南覺得自己還有機會 對方上帝王的時間 不算太早 感覺還行 我們這邊越南也上帝王 但是村民術已經差距50隻了 庫曼131隻 越南581隻的村民 經濟差距越來越大 好 越南選擇了 板甲技術 所一個步兵防守的一個想法 然後遠投開始投 那庫曼選擇打了重裝騎兵 跟三級馬卡也下了 看來是要打一個騎士正面對決 這邊TC又開得錯 TC越開越多 直接一個6TC濃爆 好 看一下 兩邊 家裡解的差不多了 這個衝車再過來 家裡外換就完全搞定了 那就可以專心 解決越南的本地了 這邊投資車開在做投資 因為這邊 越南有免費的增兵技術 雖然比庫曼晚上了一下帝王時代 但是他投資車出來的速度還是很快 很早就出來了 好 這邊城堡投掉 然後這邊就可以解放了 但是戳戳沒有上大戳 這邊應該是沒有黃金可以上大戳 哇 他這一級挖進 現在才點 很難受啊 哇 現在才按一級大金的話 唉唷 藏寶子 就算沒修 這算失誤嗎 右邊有充分被抓到 好 這邊 雪人彈道 雪跟火 火藥 看來是有點想要打小弓嗎 這邊打小弓會不會有點來不及成情呢 雖然這邊露手 我覺得這邊轉小弓也是有點OK的 木材也蠻多的 蓋世間長還是來得及蓋起來 這邊對手應該是不會給對面越南轉出一堆小弓來防守 後面依舊在小打小鬧 哇 這邊衝人進來 看來是不給對方機會了 這邊遠頭趕快圍起來 這個來得及嗎 但是很多戳戳應該是守得下來 OK戳戳來防守一下 插一下插一下 OK 打了回去 看到裡面戳戳有點多 這邊騎兵先測一下 喔 三級防禦也升好了 那這邊戳戳可能就可以立大功了 會不會點一下 唉唷 這邊是買食物欸 買食物要出馬 要把黃金700多直接買成食物 不知道是有什麼想法 聰明樹已經差距了大概 也六七十隻有了 差距越多了 大概七八十有可能 好 七十隻啊 大概算七十隻 好 這邊挖樹挖樹的洞 來 現在這邊有更多的騎兵 呃 沒意外的話 這裡會轉出遊俠嗎 這邊居然 地獄王實在上了三級遠房 是要打一個馬弓囉 想出馬弓來解長槍兵 OK 這個想法給過 在這邊買食物 爆一堆馬出來 不太了解這個馬是想要做什麼事喔 是要來解老頭嗎 那應該也不太需要這麼多馬 這邊房子趕快再捂一下 臭命只剩下87隻 喔 這邊有大量的戰矛走過來 看來不是要打馬弓 女兒太多的經濟可以打馬弓 這邊確實選擇轉出了戰矛 哇 這邊 戳戳怎麼走啊 這邊看起來是甕中之爹 哇 錢傻了很多啊 但是 富翁曼這邊是不會給他機會的 哇 這邊還蓋下了 世界奇觀 來個BM啊 我們可以有機會看到世界奇觀嗎 富翁曼已經在跟他說 我已經有錢到可以出世界奇觀了喔 這個是一個 巨大的羞辱啊 哼 直接蓋在你臉上 來加速一下 額 庫曼 欸欸欸欸 一個就算了 還蓋兩個 這邊剩下了遊俠庫曼 這邊要來一個硬打 唉唷 看到這邊戳戳有點多 趕快快看一下 還有一堆新奇兵 哇 這個 哇 這個 世界奇觀就被打掉了 好尷尬 哇 這個都是 鼻炎的一個 制裁嗎 把更多村民在那邊壓了一個吧 哇賽 這邊一個 正面應該是沒救 所有的戳戳 都被 在毛給點光了 可以拿上大戳 還想繼續 去 狗嗎 好 這邊越南打出了GG 這場比賽 有點看不太出來 越南的想法是什麼 他可能覺得 打龍沒機會 所以才一直騷擾 但騷擾到最後 導致自己的經濟也很差 但沒有辦法 庫曼就是一種文明 這種就是可以一直懂的文明 就是要一直去弄他 他的想法應該也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 庫曼贏了 那還壓了一個 壓了兩個世界習慣 在做PM 我覺得 真是蠻有想法的 好 那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